男女主角不论从舞技和个性来说 都是天作之和 她们之间的关系水乳交融 让我快乐极乐 女主角珍娜则是专业舞者出身 导演弗莱彻虽然是第一次知道 却一点也看不出来 她知道自己要拍一部逼真 美丽 穿插爱情故事的舞蹈电影 她知道怎么做 从不动摇 每个角色的舞蹈和歌曲 都有演员自己跳 自己唱 电影里的每个青少年演员 都有真才实学 这一点相当让人鼓舞 一个金雕细琢的门把手 一对设计巧妙的金属耳环 在我们的生活中 金属艺术品无处不在 在美国的孟非斯市 有一座小小的博物馆 记载了我们已经 司空见惯的金属的古老历史 和它漫长的演变过程 以下就是美国万花筒记者 徐崇伟在孟非斯市的采访报道 从居高临下的平台 往山崖向望去 看到的是密西西比河 壮阔的全景 这里是孟非斯市 近郊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细心留意 你会注意到这家门口 挂了一个镀金招牌 如果你住在全世界 最美丽的地方 每天都看得到 桂丽的夕阳 或许十年后 你就再也体会不到 夕阳夕下的美丽了 58岁的吉姆 顶着一头松润的白发 和马克·突温风格的胡子 感叹着 这里是他的家 也是他工作的地方 他是国立金属装饰博物馆 创立以来第一任 也是唯一的一任馆长 金属和我们的生活 有密切的关系 它无所不在 在每一个角落里 你都可以发现金属用品 成立于1978年 这个全美首作展示 金属装饰艺术的博物馆 有个谦卑的开始 为了展示他们的作品 几个志同道合的铁家 决定创立一个博物馆 在1978年 他们找到了一块 在当时被遗弃的废墟 博物馆的所在地 在当年是个隶属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医院 在荒废了近30年后 被市政府收回 1978年 市政府以一年一美元的租金 把它租给了五个当地铁匠 成全了他们的梦想 今天一扇结合了20名铁匠的设计 所筑成的铁门 雄伟地耸立在博物馆的大门前 宽阔的庭院内 别具一格的金属雕塑品和自然远景 融为一体 金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材料 人类使用金属 已经数不清有多少年了 金属不仅被用来制造工具 也当作货币来使用 更多的是被拿来当作装饰品 有眼花缭乱的首饰 也有建筑物的装饰 灯饰 武器等等 博物馆一开始 没有一件永久收藏品 展示厅也是由当年的护士宿舍 一砖一瓦修建而成的 在各界人士多年来的捐赠下 今天这里已是三千多件 大大小小的金属装饰艺术品的家 收藏品中包括了铜器 银器 但博物馆收藏最多的还是铁器 铁是一种大众化的金属 它容易使用 你可以同时利用它 去制造简单的工具 和结构复杂的艺术品 一阵清脆的打铁声 叮当叮当地传入耳中 展示厅旁的铁铺 才是这间博物馆的灵魂 一个个脸蛋眼罩的铁匠 在炙热的高温下 鼻尖冒着汗水 猛烈地在铁钻上 敲打着火红的铁条 今天我们教学生 如何去制作转角 和如何变形的技巧 至少要热到1500到1600度之间 这样铁才会融化 除了展示收藏品 金属装饰博物馆 还开设了不同的课程 提供给专业和业余爱好者 来学习新的手工技术 每天去上班 都重复地在做我熟悉的事 这对我来说 是一种全新的经验 当你做好一个成品 你会为它感到无比的骄傲 因为它是铁做的 它将永远存在 在铁铺旁边是铸造厂 在这里被融化的铁匠 将被倒入不同的模子里 做成不同形状的铸铁 从铸造到焊接 铁匠有广泛的技术可以利用 但是最古老的还是一手拿钱 一手拿锤的打铁 从熔炉内拿出来的铁条 仅有一分钟的变形时间 之后又得放回营油加热 铁匠就从撞击的火花 和震耳的敲打声中 体验到一种原始的热气 它类似塑胶 把它热到一定的温度后 它就像塑胶一样融化 它也类似黏土 只不过你是用铁锤和钳子 而不是用手去改变它的形状 威廉斯在大学里 从绘画改修金属艺术 他属于新一代的金属艺术家 过去铁匠生产的是生活必需品 它们制作的都是非常实用的物件 而今天铁匠制作的 都是奢侈的工艺品 在机械锻造厂取代人力之后 铁匠也成为一种凋零的绝活 但是物以稀为贵 今天新一代的铁匠 反而享受着更多的发展空间 你该如何去判断一个金属品 或者木制品或者玻璃制品 是工艺品而不是艺术品呢 今天在大学里 老师会告诉学生 作品的实用价值 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一个茶壶并不一定要能够倒茶 和上一代的铁匠相比 新一代的铁匠 更企图往艺术领域发展 但是在今天 金属艺术的成长 还远不如陶瓷或玻璃艺术的 其他手工艺术 我想金属艺术并不是一个 被广泛认同的艺术 这不是任何人有意地去忽略它 而是金属在我们生活中 无所不在 我们很少会去欣赏它的价值 和孟菲斯市其他博物馆相比 来这里参观的人潮相当稀少 但这并没有影响这些金属艺术家的热情 无法倒茶的茶壶 这个观念将对未来的金属艺术家 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而什么样的手工制品 才能称为艺术品呢 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等着这些冒着汗水 乐在其中的艺术家们 去为我们解答了 美国万花筒记者徐崇伟 在孟菲斯市的采访报道 道别了孟菲斯市 让我们把镜头转到德克萨斯州 如果你要开车去德州 一定会走35号洲际高速公路 从这条公路上的374号出口出去 就会看到卡尔角 这是一座非常小的小城 小到曾经只有一户人家 实际上卡尔角就是一个卡车司机服务站 更是他们温暖的家 以下就是美国万花筒记者方正 来自德克萨斯州卡尔角的采访报道 35号洲际高速公路 连通着德克萨斯州南北 374号出口的这座桥下 平均每分钟有7辆18轮的大车车进口 这么大的交通能量 如果在周围办个卡车服务站 生意一定不错 卡尔三十多年前就想到了这个点子 并且很快付诸实施 他的卡车服务站就叫做卡尔角 欢迎到卡尔角 想知道你的体重吗 到这里称一称吧 与那些光鲜亮丽的连锁服务站不同 卡尔角的风格比较老派 甚至有些破旧 南卡罗莱纳州的卡车司机爱德华 就喜欢这种氛围 我喜欢是因为这里有夫妻店的感觉 不像是那些连锁店 过去几年来 爱德华每个月至少经过卡尔角一次 像他这样多年的回头客 不是一个两个 高峰时候 每天有一万人经过卡尔角 平时每天有五百到六百人 老板卡尔今年六十六岁 我们为大家服务 每个人都应该像兄弟姐妹一样 互相照顾 司机们需要什么 我们都会帮忙 让他们在这里好好地放松 请不吝点赞 订阅